您还会写中国书法吗 在美国的年轻华人应该对书法都觉得非常陌生 纽约法拉圣的乔教中心就举办了一场书法连展 来宣扬古老的书法国策艺术 纽约法拉圣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在8月6日与7日两天周末 举办了华夏书法会会员书法连展 并在6日的下午2点举行了开幕仪式 此次书法展一共集结了16位会员的作品 除了庆祝华夏书法会成立10周年 并接受书法大师丁兆林先生的指点 场面可说是古色古香 今天是我们华夏书法会第10周年纪念 人家的作品有16位书法家 他们每一年香叶都在这里展览 尤其是今年大家都很成熟了 几个比较年长的同学 大家还是坚持的每一年 主持一个展览来大家交流 华夏书法会创办人丁兆林先生 不仅已是102岁的高龄 更是美国华人书法界的第一把交椅 连美国总统欧巴马都为此次的活动来信祝贺 可惜丁兆林先生身体不适 无法参加开幕典礼 由贤康丽丁继凤女士与女儿丁玄代表参加 大家都对丁老师表示无比的尊重 我爸爸教这个华夏书法会 他觉得这个书法会是他的生命的中心 所以他非常看重 那只是今天他身体很不舒服 没来 丁老师在纽约的名气好大 书法界第一把交椅超过100岁了 所以他今天没有来谈战那个展览 很可惜 此次书法连展持续了两日 让爱好艺术与书法的同好朋友 在炎热的夏日周末 有个陶冶性情的好去处 并借此活动让书法文化有所传承 促进国际交流 东森新闻 廖子一 在纽约采访报导 谢谢